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妈妈头发也都是这样的捲捲包扎 所以就是变成我们的婆婆妈妈的这个logo 我十二岁十一岁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做衣服的 我就整天拿我妈妈就挣出来 他已经陪伴我 差不多四十到五十年 我的老伙伴 我的好朋友 首先我们开始婆婆妈妈这个 所有工包的生意的话 其实也是因为疫情 因为那时候在家里是蛮闲空的 就我妈妈妈 因为我们想还有设计师的工作 然后我就蛮喜欢网络购物的 然后也是看到有一天看到网络上 有推荐我布料的那一种款式 我觉得这种布料 其实也是可以很多种变化的 比如说有一些猫咪啊 还有一些花 花式的都看起来很美 然后颜色也很鲜艳 然后我想到如果我买这些布的话 我妈妈会不会编出一些包包啊 还是衣服做些什么东西出来 所以那时候也会有什么想法 我想啊很好喔 因为疫情啊 我的孙子也没有来 还有我在家里闷到八公里 但有东西做我就很开心喔 也可以尝试一下新的方向嘛 我一开始不要买这么多布的话 其实我觉得蛮可以收支平衡啊 厂商他们也会一直推出新的布 其实就刚刚开始 从40多种布料到50多种 然后可能到现在其实已经差不多100多种 那你还记得当时你的女儿来跟你说 我们要不要试试做包 所以你第一个做的包是哪一个包 第一个包 明前包 明前包啊 对 那么取名字是妈妈取还是女儿取 是我妈妈取 饭头包 还有 饭糖包 还有什么热饰手丸包 还有这个软心包 这个叫做 小花篮包 这个可以给你放 放那些东西的 里面还有那些 不放你的电脑 碰上的 把保护你的电脑 不会挂挂啊 什么的 最难是这个 为什么这个最难呢 因为这个啊 要转这些弯嘛 我就要慢慢研究 怎样可以给它薄一点 但是也可以美这样子 比较一体这样子 这样子咯 所以这个富士山巴 所以我们目前也就最好买 一个 这个宝宝 长青坏吧 一再设一个 我觉得 年轻人要创业啦 就是 第一次也是需要冲动 但是冲动过后 就要化为动力 这样子咯 才可以慢慢慢慢的进步 做下去 不要有 可能但是必须 压力是要有规划 可能要偏A 偏B 偏C 各种的想法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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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